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具体的人 还是喜欢抽象的人 我们大部分的人只喜欢一个具体的人 那就是自己 对于身边的具体人 我们总是很讨厌的 我们总是喜欢抽象的人 一个越爱抽象的人 你会发现他对身边的人总是越厌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充满着对人类的爱 但是对身边的人都非常的过难 你越爱人类 你越觉得你身边的人 你人类的理想标准 超太快 又打呼噜 又抠鼻子 还摸脚 这种人我还跟他一个树生 他刚刚摸完脚 又拿了一个馒头说来吃 你说我不给他投毒就好了对吧 但是真正的爱 一定是针对具体人还是抽象人 肯定是针对具体人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哲学家 都非常喜欢抽象的人 但是对具体的人 都非常喜欢 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卢梭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读卢梭的书 卢梭写过一本书 论人类不平等的情 他一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受苦的人 他就会流泪啊 他还写了一本书叫 新爱路一世 艾米尔 创建了现代教育学的原理 他是现代教育学之物 但是卢梭自己有五个孩子 他的情妇把他生了 他把五个孩子都送到古阿园 网梭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 这本书 说实话很少读了一本书 有像读这本书这么恶心的 因为这根本不是忏悔录 这是一个辩解录 罗梭写说 我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古阿园 我没办法 我忙着爱人类 我哪有时间来照顾孩子 人类 我得爱他 大家这本书读着 这本书就觉得这根本很痛 虚伪 悲伤 身体是很多人 很多知识分子 都带有这种悲伤的客气 所以这时常对我自己 是一个提醒 你真正的爱 一定是真正对具体的 而不是真正对手下 但是具体的人 说实话 可爱还是不可爱 不可爱 具体的人 身上都是有味道的 你不洗澡 你身上就是有味道 你即便洗得澡 还是有味道 你的头发就是看起来不好看 你屁的图跟真图 哪个好看吗 肯德皮的图 爽心悦目嘛 对吧 你仔细一看 就见官死了嘛 对吧 这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个异地恋 总是美好的 对吧 只要一见面 就开始不可爱 所以大家要听 也就开始不可爱